2023年10月,佛罗里达州阿里亚社区被瞬间打破了原本的年纪 那个看似平常的夜晚,一个年仅13岁的小男孩 拨打了让人胆战心惊的911电话 这小男孩的声音颤抖得不行 他战战兢兢地承认自己家里发生了一件超级可怕的事情 他刚出生不久的妹妹正在隔壁房间安静地熟睡着 啥也不知道 他的继父远在他乡,根本想不到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开始前请帮忙点赞并订阅 咱先来看看案件的关键任务 有个叫阿雷纳加西亚的古巴印鱼子,1984年出生 后来带着满心憧憬和老妈一起搬到了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虽然对他早年生活了解的不多 不过后来他嫁给了在军队服役的和赛罗萨 2010年8月26日,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宝贝,德里克罗萨 虽然阿雷纳和和赛最后分道扬镳了 但是他们还保持着友好的共同抚养关系 也算是好去好散 格里克平时就跟老妈相依为命 每隔一个周末就去和老大聚聚,享受亲子时光 而且他和外婆的关系非常亲密 德里克这孩子成长为一个彬彬有礼,行为端正的少年 学习成绩也不错 在马特学院那可是出类拔萃 心里还揣着个当美国军队工程师的伟大梦想 时光飞逝,阿雷纳又找到了爱情和同为古巴裔的弗兰克拉莫斯坠入爱河 弗兰克是个长驳卡车司机,整天在路上奔波 2023年,这对甜蜜的恋人搬进了佛罗里达州西利亚的一套公寓 开始了新生活 阿雷纳怀上的第二个孩子,全家都很高兴 分娩前几天,一家人还欢欢喜喜地拍了一组照片 庆祝女儿阿什利的即将到来 阿什利于当年9月下旬出生,就像个小天使降临人间 从各方面看,阿雷纳纳可是个热情善良的人 把家里弄得和和睦睦,就像个温暖的小窝 可谁能想到,命运在2023年10月12日给了他们种种一击 就在德里克13岁生日后没几天 他们原本美好的生活瞬间支离破碎 那天,德里克干了件让人震惊的事 他打了那个改变命运的911电话 亲口承认自己用刀杀了老妈 在那长达17分钟的通话里 他的声音充满恐惧 他努力向调度员解释发生的一切 他说当时他和老妈还有刚出生14天的妹妹单独在家 妹妹在婴儿床里睡得正香 继父弗伦克在城外施驾卡车,根本赶不回来 通话中,德里克还提到继父有两支枪 其中一支就在公寓里 犯罪后,他还短暂地想过用枪伤害自己 不过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可怕的念头 他还说自己把这事告诉了一个朋友 这可把当局震惊得够呛 也引发了更多疑问 当调度员问他为啥要袭击老妈时 德里克给出了一个没公开的答案 在整个通话过程中 调度员那是费尽心思 努力让他保持冷静 还给他找点试作 同时,警察也在争分夺秒地追踪他的位置 赶紧往现场赶 当警察越来越近的时候 那紧张气氛就跟拉满的弓弦似的 一触几发 调度员急切地敦促德里克把手控出来 远离任何武器 当警察终于到了的时候 德里克平静地投降 邻居们纷纷记录下了这惊心动魄的现场 在家里 警察看到了一幅极其可怕的景象 阿雷娜的尸体躺在床上 浑身是血 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 而旁边呢,心生而安然无恙地睡着 好像这个世界的喧嚣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同一天晚上 德里克接受了阿里亚警方的审讯 别看他犯了这么严重的罪 可在审讯过程中 他却冷静地让人匪夷所思 他承认 晚上十点左右上床睡觉后 十一点三十分刚过就醒了 然后像找了魔一样去厨房拿了把刀 接着就走进了老妈的房间 当时阿雷娜和婴儿正睡在一起 德里克就这么袭击了他 德里克详细地描述了他衬衫和手上的血迹 解释说这些血迹都是袭击留下的 他甚至还展示了自己刀的大小 描述了他如何先瞄准老妈的脖子 在德里克的审讯视频里可以看到 他回答侦探的问题时特别平静 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 他还承认犯罪前他用西班牙语骂了老妈 第一刀就让老妈大吃一惊 他只来得及尖叫一声就沉默 可当侦探问到他杀老妈的原因时 德里克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他要求上厕所 然后沉默了几分钟 就像一尊雕塑一样一动不动 最后他要求请律师审讯 就这么戛然而止 对阿雷娜的法医检查显示 他身上竟然有46处伤口 好多都在脸上 那么样简直惨不忍睹 而且对德里克手机的调查 发现了让人不安的图像 看到的人都震惊地合不拢嘴 德里克不仅联系了一个朋友 告诉他犯罪的事 还发了三张照片 两张是他已故老妈的照片 一张是他自己的照片 手上沾满心血 摆了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自拍姿势 德里克在911电话里提到的朋友 和后来告诉侦探的朋友 是他10岁时通过在线游戏认识的 他们从来没见过面 主要在周末交流 德里克都不知道他的真名 只知道他的笔名叫瑞迪 这名字就像个神秘的代号 保存在他手机里 德里克手机上的搜索历史 在犯罪前显示了 让人不安的查询内容 比如怎么用刀杀人 最有效的方法是啥 身体哪个部位最快致命 当局注意到德里克特别研究了紧静脉 作为阿雷娜谋杀案的唯一嫌疑人 德里克被拘留了 调查人员证实他欺负弗兰克案发时 在周外在佐治亚州工作 社区还在震惊中 实在想不通一个原本前途无量的小男孩 怎么会卷入这样的悲剧 邻居和朋友们都不敢相信 他们记忆中的德里克 是个有礼貌专注的学生 就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 他家人在哀悼阿雷娜的时候 要求隐私 就像躲在壳里的蜗牛 想避开外界的纷扰 阿里亚警方发言人说 德里克一直是个模范学生 在家里或学校都没前壳 他也没与知的心理健康问题是 这就让人更不明白 他为啥会这么干了 2023年10月27日 当局宣布 德里克将面临一级谋杀罪的指控 还得作为成年人受审 他想在老爸和外婆的监督下 软禁地请求 被无情拒绝 被转到多勒的地铁西部拘留中心 因为他年龄小 所以和普通囚犯隔离开来 还被24小时监视 踏踏伤害自己 虽然证据确凿 但还是有人站出来为德里克辩护 包括他家人 他老爸形容他是个有礼貌的学者 对儿子为啥会干出这种事 困惑得不行 何塞说自己在军队服役了22年 觉得自己给孩子关输了强烈的价值观 可现在出了这事 真是痛心疾首 2月14日 审判开始了 德里克的外婆 老爸 何塞和其他亲属都来参加审判 还有几个人给他作证辩护 辩护律师说 德里克应该被转到少年拘留中心 说把他关在陈设施里 侵犯了他的权利 毕竟 他还是个未成年人 另一方面 检方说 德里克现在这样能保证 他在被监禁的时候接受教育 一个辅导员和两个老师给他作证 给他提供个性化课程 让他继续高中教育 虽然这少年每天在牢房里待 差不多20个小时 互动有限 但他每周和数学老师见三次面 每周还有三个小时的语言课 监狱里还有34个其他未成年人 但德里克只有13岁 在里面是最小的 互动也受限 就和另一个球犯短暂的踢踢足球 打打篮球 德里克的数学老师作证说 这男孩对课程的反应和其他学生一样 同时 他的语言老师说 德里克在课堂上经常很困惑 让他怀疑他有学习困难 不过呢 他也强调德里克很有礼貌 是个勤奋的学生 德里克的律师说 他被拘留的头几个月 受了六磅 他们还请了个法医心理学家作证 虽然这心理学家没亲自给德里克评估 但他把德里克的体重减轻 归因于德里因其的抑郁症 还作证说 德里克可能有严重的自残倾向 虽然这些倾向不明显 心理学家还介意 德里克可能有自闭症谱切障碍 说在证明他没有之前 就当他有自闭症来对待 成交卫生服务机构的心理学家诊断德里克有注意力缺陷多栋障碍 也确认他有自残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第一次提到德里克可能有自闭症谱系障碍 之前他都没被诊断出有症毛病 而且他过去八年的学校记录也没显示出有啥缺陷 案发后期的小时和德里克交流过的调查人员也在这次听证会上作证 他工人的视频也被展示给法庭 另外周检察官办公室还发布了两段新的安全视频当证据 第一段视频里可以看到德里克打开公寓的门 他老妈安雷娜坐在那抱着心声耳 有消息说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 第二段视频显示 在安雷娜被夺走生命之前 德里克站在他床边 他正在睡觉 法庭还看了犯罪现场的照片 包括用的武器 有了这些可怕的细节 检察官就是想阻止法官批准德里克转到少年拘留中心 坚持说他对社区有威胁 经过几天的作证 法官对德里克被允许离开牢房的时间很少表示担心 但也没发现明显违反他作为成年人的宪法权利 所以辩方要求转到少年拘留中心的请求被拒绝了 法官命令德里克留在成人拘留中心 2月15 辩护律师提交了26封家里人写的信 都强调德里克是个善良有爱心的孩子 犯罪行为不代表他的真实性格 德里克的外婆 老爸和其他家人都来了 脸上满是关切和爱 美国不同地方的支持者也来了 穿着应有拯救德里克字样的T恤 好多来的人都觉得在被证明有罪之前 孩子是无辜的 他们坚信德里克罗萨不可能干出这么可怕的事 他外婆强调德里克不是成年人 还是个需要指导的孩子 他老爸请求宽大处理 给他的机会 让他成长 从错误里吸取教训 代表德里克提交的信 大多要求法庭在法律程序里 别把他当成年人对待 德里克的辩护团队说 他们还没准备好审判 因为检方没提供所有必要的证据 他们指出了关键的缺失元素 向证人报告 婴儿揭示其的录像 衣物和其他个人物品 德里克的律师请求 法院下令让检方交出缺失的证据 或者 如果在特定期限前没提供 就把这些排除在案子之外 不过呢 检方也没办法从德里克的电脑 平板电脑和游戏机里获取数据 负责这案子的法官 确认有750张照片和多分证人陈述 还命令检方提交所有违京编辑的信息 确定了一个新的听证日期 但法官还是维持了 把德里克当成年人审判的决定 虽然法官说想快点审判 因为担心拘留条件 但这案子在一系列听证和拖延中 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诉讼过程中 辩方请求宣布德里克为贫困者 说这家人没钱请死人律师 他们请求国家承担案子准备的费用 包括心理健康专家 法医分析和证人证业 2024年9月21日 最近一次听证会上 德里克通过视频出庭 一声不吭 他家人在屏幕上看到他的时候 泪流满面 情绪激动得不行 他们担心德里克长时间被单独监禁 他的律师再次请求把他从成人监狱转到少年区留中心 记录显示德里克总共只离开牢房119个小时 其中只有5个小时用来学习 尽管这样 法官还是拒绝了请求 当检方通过电子设备分析 确定了德里克在犯罪当晚那个神秘的网友时 有了新进展 侦探追踪了手机的主人还进行了审讯 德里克的审判定在2024年12月2日 预计至少有28个诊人出庭作证 检方计划出示来自德里克的网友瑞迪的视频证词 同时 据说辩方拿到了阿里亚警方侦探和德里克基辅之间的短信 这可能会揭示他们的关系 以及在犯罪发生前 有没有啥影响或操纵 这个正在进行的调查 区交在官方信息 证认陈述和家庭叙述上 因为案子还没解决 咱也不能说德里克到底有罪没罪 咱就等着看这事最后到底咋收场吧 看看德里克到底是真的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还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 对于这个案子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德里克是为什么要杀害自己亲妈呢 是不是立有什么隐情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别忘了关注鼠哥 点赞并分享这个案件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 大家都要小心点 别让自己先用麻烦事点 咱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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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次再见